怎么办呢,他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头发,好猛啊,头发剪下来,拿去卖,卖多少钱呢,两文钱,两毛钱而已了,卖了这个两毛钱呢,他就拿去准备点灯供佛,一毛钱买这个小笛子,那么一点点小灯芯,一毛钱买油,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啊,点油灯啊,供养佛。 那么这么一点点,他不能太早点啊,佛还没到就点的话,等到佛来了,他的油已经点光了怎么办了,所以他就,想准备等到佛到了才点,他就把这个小油灯啊,摆在这个欧歇士王的路边的这个大的这个路灯的旁边,我们这么小吗,如果摆在别的地方啊,恐怕佛看不到啊, 他表示供养的意思做不到嘛,没有办法表达啊,可是这个管路的人啊,他说看他这么一点点小笛子,那哪里可以让他放在那边啊,尤其这个贫婆,穿的婆婆烂烂的,一点也不好看,不让他摆,不能摆,不能摆,拿走,拿走,没有办法啊,正好拿走,拿到哪里去啊, 他旁边附近有个大寿,他就摆在那个大寿下,摆在寿底下啊,他等到佛来才点啊,哦,佛来了,佛来他就点,哦,一点点亮了,他就跪在那个寿底下啊,失踪啊,慈悲啊,哦,我是很穷啊,没有东西供养啊,只有这么一点小油灯,跪在哪里,恭恭敬敬的点灯供养,很奇怪的,佛到那个地方啊,突然之间来一个龙卷风, 好大好大的风啊,有没有从前这个,佛西供养的大,大路灯啊,都是油灯吗,风一吹啊,马路上的灯整个熄掉了,好像挂海风一样,通通熄掉了,很奇怪的就是那个寿底下啊,平坡的小灯啊,越吹越亮,越吹越光,整个路上看到的光线啊,都是平坡的灯光,啊,那个时候, 欧西侍王出来亲身来迎接佛,看到他的路灯都被吹掉了,都没有光了,只有那个平坡一点点灯光,他心里好惭愧啊,好难过,啊,但是也没办法啊,等到佛到了王舍城里面去,啊,那么然后就,欧西侍王就问了,那师兄呢,我犯了那么大的心,呃,点了那么多路灯都不能供养佛,都被,被这个,呃,风吹掉了,那么 那么那个平坡这一点点,呃,风越吹越光,越亮,这个原因在哪里啊,佛就替他解释说,平坡,他的恭敬心胜过一切,因为他没有啊,他把头发剪下来,卖了那么一点,一点钱了,点油灯供佛,制成恭敬到极点,完全是他的,你嘛,你是个国王,当然你钱很多啊,那你路灯做得很庄严,很好看啊, 可是你要知道,这都是明指明高啊,老百姓的,老百姓的血汗前来不是你的,呃,而且你做了那么好的路灯来供佛呀,你有供高我慢啊,呃,你来见佛的时候,你就想到,哦,你看,只有我才做得到,别人都做不到,你这供高性一伤,那我慢风一吹呀,整个熄掉了, 不是别人吹呀,是你自己的,我慢风吹呀,把你的灯吹熄掉了,而那平坡呢,他恭敬到极点呢,一点慢性都没有啊,所以你的慢风吹不到他的灯,不但吹不,吹不熄呀,而且越吹越亮,嗯,所以供佛呀,要制成恭敬,嗯, 啊,那么像欧歇斯王弄得那么多灯,因为供高我慢,佛也不会接受,得不到收拥,嗯,那么制成恭敬的平伯一点灯,嗯,那么佛就给他收集,嗯,那么因此啊,这个供养的物品不再多,要制成恭敬,恭敬心最要紧,那么这是顺便说到这个灯供养,那么其他各种供养佛,用意都是一样的,嗯, 若然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以画像,渐渐无数佛,恭敬心供养固然成佛了,散乱心供养也成,为什么,他种下善根的,乃至最少用一根发,华就是发,嗯,用一支发来供养佛的画像,最少最少的,那么这样种下善根的,渐渐就见无量无边, 那么将来当然都成佛了,或有人礼拜,或福但合掌,乃至举一手,或福小低头,以此供养相,渐渐无量佛,自成五上道,这是说礼拜供养,嗯,或者是小的供养礼拜于佛,嗯,那么礼拜是无提头低拜下去,或者是直是合掌,两个手掌, 对佛供养,这也是供养,嗯,乃至最少啊,举一手,举一手,好像打太极拳啊,呵呵,后半掌啦,哦,有人啊,这个端住茶,像人供养,哎,这样子,哦,好像打太极拳一样,哦,这个后半掌,也是供养啊,他也是对佛供养,嗯,举一手,表示供养,也是供养相,嗯,或福见到佛呀,小低头,有些人不,不懂得, 这怎么样子供养啊,他不会合掌啊,低头,点点头啦,嗯,小小的点点头,这也是供养之相啊,于此供养相,这些人啊,种下善根,渐渐的,见无量佛,修无量的佛法,自成无上道,都成佛啦,都能成佛,成佛以后啊,广度无疏中,入无疑涅槃,如心尽火灭, 将来这些人成佛以后,度重无量湖边,广于度脱无量众生,得到血脱,这些众生,呃,受度之后,都能入无疑涅槃,度成佛,嗯,那么入无疑涅槃,入灭,好像心尽火灭,心尽火灭,前面讲过了,哦,假如忘掉了,听听前面的,心是财心啊,烧火的财心,好像火才烧尽了,火当然就要灭掉了, 佛度重生的因缘进了,当然,佛就要入灭了,嗯,这个供养,嗯,有多方面的,除掉物品,香花灯果等等供养之外,礼拜,也是供养,修行,也是供养,所以华言经,菩萨里面,有说这个,广修供养里面说到,嗯,如说修行供养, 按照佛所说的话,好好地去修行,这就是供养,嗯,那么发菩提心,也是供养,都化众生,也是供养,这都是如说修行,按照佛说的话,好好地去用功修行,那就是供养,嗯, 嗯,香花灯果是世间的,世相上的供养,嗯,如果能够恭敬礼拜,乃至好好地认真修行,这就是,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好好修行,这就是供养三宝,嗯, 嗯,这就是供养佛,功德是一样的,九远皆前过去佛,在佛面前所有的供养,嗯,香花灯果,宝盖隐约,一切一切的供养,甚至举手低头,嗯,嗯,那么,表示供养相, 现在度成佛了,嗯,嗯,那么,而且他都能度无量众,啊,而入涅槃,心境火灭,何况,嗯,嗯,那么,真正发达心,好好的,如法修行的,那当然都能成就,所以这就是第六端,嗯,嗯,用种种的供养,呃,呃,为原因,成就,清正正因的因缘,成为原因, 那么,由此立即修行成就,都能成就佛道,啊,这是第六段,啊,第七,最后一段,越称明,嗯,呃,称佛的明,由此修行的功德,啊,就是越称佛明,说明这个开玄的道理,这个时间不够了,只讲到第六段,啊,越原因,明开玄的文字,啊,有七段, 啊,只说了第六段,第七段,越称佛明,啊,由此也称佛道,这个因缘,呢,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啊,嗯,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等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住着一位叫亚道夫的老人 每一天他都会到海边散步 看海 你们快过来看啊 这里有小螃蟹 真的耶 我们快抓住它 别让它跑了 小螃蟹 不要跑 我抓到它了 孩子 放了它吧 亚道夫爷爷 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它 为什么要放掉呢 这只小螃蟹跟你们一样 还是个小孩 你们要是把它抓走了 它的父母会有多担心呢 亚道夫爷爷 螃蟹也会担心难过吗 当然啊 所有的动物都跟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有亲情 友情 感情的 嗯 亚道夫爷爷 就听你的话 我现在就把它放回大海 你们看 它能回家有多高兴啊 对啊 好心的亚道夫 经常帮助遇到困难的各种动物 这些小动物 在它眼里就像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 它突然在礁石上 发现了一只全身沾满石油的企鹅 咦 礁石上是什么东西 天呐 可怜的小企鹅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小企鹅 你要去哪里啊 你现在全身都是石油呢 看来又是外露的石油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哎 小企鹅 你别害怕 我会帮你清除掉身上的石油 等你一变得干净了 我就会送你回大海的 亚道夫 你怀里抱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只可怜的小企鹅 它身上沾满了石油 我想帮它清理 看来它又是石油外露的受害者 哎 每年因为石油外露 不知道有多少生物因此而丧命啊 是啊 这些石油把动物的皮肤厚厚地包起来 害得它们无法正常生活 因而死掉 有一些海鸟也因为石油粘粘在羽毛上 而无法飞行掉入海里淹死呢 就是呀 大量的鱼类也因此而丧命 还会影响动物的繁殖 那些外露的石油 真的对环境和动物们的破坏实在太大了 这只小企鹅如果没有被我发现 它很可能就会死在海滩上了 亚道夫 那你打算怎么帮它呀 我会先把它身上的石油清洗掉 看它的样子并没有外伤 我想只要慢慢清理掉它羽毛上的石油 它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可是要清理羽毛上的石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嗯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它的 就这样 亚道夫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终于把这只小企鹅 羽毛上的石油清理干净 之后它精心喂养着这只小企鹅 并帮它取名叫迪西 亚道夫爷爷 这就是您救回来的那只小企鹅吗 嗯 是啊 我还帮它取了个名字 叫迪西 哇 亚道夫爷爷 你好厉害哦 居然养一只企鹅当宠物耶 啊 不 迪西它不是我的宠物 它属于大海 今天我把它带来海边 就是想放它回到大海 放回大海 亚道夫爷爷 你照顾它那么久 怎么舍得把它放走呢 对呀 亚道夫爷爷 难道你是怕迪西的父母担心它呀 是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迪西它是一只企鹅 它的家在大海 虽然我很舍不得 但是为了它的幸福 我必须把它送回家才行 去吧 迪西 你该回家了 要是你以后想念我 可以回来这里看看我哦 亚道夫爷爷 您说迪西它以后还会回来吗 我想不会的 因为企鹅生活的地方 离我们这里很远 它怎么可能 由那么远回来这里呢 这么说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迪西了 嗯 是的 但我会很想念它的 我想它也会想念我的 只要它能快乐地生活着就好了 小企鹅迪西离开后 亚道夫经常想起这只可爱的小家伙 它一直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迪西了 却在几个月后 迪西居然游回到这片海滩 亚道夫爷爷 您在想迪西吗 是啊 迪西它离开我有好几个月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它过得怎么样了呢 亚道夫爷爷 你放心啦 迪西它那么聪明 一定是很幸福地生活着 嗯 我想也是 不过这辈子 我想我应该再也没机会看到它了吧 咦 那是什么 亚道夫爷爷是一只企鹅 一定是迪西 它回来了 它回来了 啊 迪西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 迪西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啊 迪西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太好了 迪西真的又回来了 迪西 你想跟我回家吗 回我们的家 好 走 走 我们回家去 于是 在巴西的小岛上 出现了一位老人 和一只小企鹅的组合 它们几乎是不可分离的 迪西会靠在亚道夫的膝盖上 让它帮自己洗澡 吃它喂的食物 哈哈 可爱的小迪西又回来了 亚道夫 亚道夫 我想迪西一定是把你当成了它的家人了 我说过 任何动物都和我们人类一样 有亲情 友情和感情的 我很爱迪西 相信它对我也是一样 嗯 哎呀 它不让我摸呀 哈哈 当然呐 除了亚道夫 迪西是不会让任何人碰它的 哈哈哈哈 或许是因为我是它的朋友吧 每当到了繁殖的季节 迪西便会离开亚道夫 游回它的栖息地 之后它又会游回来找亚道夫先生 迪西 有了那么远很累吧 我已经准备好你最爱的食物 还有装满冰块的冰桶 要给你洗澡 走 我们回家去 尽管每年的繁殖季节 迪西会离开 但是其余的时间 它都会和亚道夫先生在一起 成为了巴西这个小岛上 最有名的组合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